最難都是限量版的東西 可能你以為是很普通的一件貨 你去到突然間 哇 成千人 有時就算你拿到一號丑進去 可能都沒有東西給你買到 很多客人都是這樣說 代購我們只是信你們 疫情下大家都不能飛 但其實有不少的代購公司 他們的店主都會親身飛到當地入貨 封關對他們有甚麼影響 我們就邀請了兩位代購公司的店主 和我們分享一下 疫情下的生意模式有沒有轉變 大概都是六位數字左右 生意壓 你說相對起之前沒有疫情的聖誕12月 和現在有疫情的12月 其實都是六位數字左右 因為你預算都是差了30%左右 之前疫情不開店時影響會大一點 因為當時店鋪不開 你沒有辦法買到貨 遊客自己也不能去買 其實更加需要這些代購的服務 因為我們購買的東西很多都是限量的 可能你就算你自己走到日本 都買不到 或者你上網按照其實都沒有 所以如果你說限量貨 都要經代購買 但是我有一點點轉型 還有當地也會有些買手 繼續幫我們買貨 會賣到Luxley的車廠品 因為雖然疫情下 那些女士都很喜歡一些名牌 他們都很瘋狂的 那些耳環是可以 可能一個小時內幫我搶完 然後手袋一晚就買了 阿楓有沒有遇過一些買手 是比較難合作 也有些蠻蠢的 但她是怎樣蠢 原來整批照片都用不到 她的鏡頭都還沒抹好 準備都還沒充足 那些照片都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花了大家的心機 大家都知道阿楓有很多潮牌的東西了 其實他們要買這些限量版的貨 那個情況是怎樣 限量貨有發售規則 但很多如果真的一些限量的東西 他未必會事前告訴你怎樣買 可能你會是抽籤 或者是先到才行 如果先到才行 那你就夠早去排 但可能你排完 早上就跟你說 因為現在太多人了 我們改為抽籤 還有可能每人買多少 一份還是無限買 他可能會是當時才跟你說 那萬一你去到真的沒有的時候 那你有沒有試過要怎樣處理 也有可能會試過 問前後的人會不會買給我 也會有的 但大部份遊客 其實他本身不是打算買的 但他聽到你說 你好啊 可以幫幫忙嗎 我們也要買 潮牌排隊比較難 還是搶福袋比較難 搶福袋是 除了要排排 你要長時間走過夜 然後再… 我沒有你那麼瘋 當日好像瘋婆一樣 像瘋殺年車家瘋婆一樣 沖上去買 要沖要便宜 要這樣 一開他一進去 有人說不要走不要走 然後突然一放開手 那些人好像瘋殺年車家瘋 是不是大陸那些瘋狂開門 閘都未開就要排進去 排進去 其實日本人都會這樣 都會搶的 他們很重視 福袋是想搶進去那一刻 以前買那些 例如說 被人拔衣 跑到 很多這些東西 都是… 好像情緒高漲的狀態 即是你會… 飯都沒得吃 去廁所都沒得去 為甚麼呢 因為太多人了 即是… 廁所太多人 對 你不會花費 30分鐘在那裡排過廁所 你寧願… 對 你寧願忍 還有你會搞很多長福袋 不是集中一度的 我想四、五個地方左右 你有車就好一點 我自己開車的 還有我幫忙 可能有試一輛車 不會有兩輛的 買完一轉 推上我的車 然後馬上放下 即是把倉庫放下出來 再拿 我試過走兩個場 早上可能七點多鐘 早上去梅田 買完某個福袋 然後下午就要衝去機場那邊的外套 我拖四個行李箱 那個行李箱有多大 最大型的行李箱 可以藏屍那種 對 兩隻手 用兩架行李箱 然後箱面還有一袋、二袋 超誇張 因為太多東西了 那就叫車離開 其實叫的士也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在日本買貨 有什麼辛苦 當你拿著一大堆東西 你在家裡截的士 它是不會停給你的 即是你叫它來 它一幕一幕畫那麼多東西 然後就走了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司機要幫你搬的 他怕這麼多東西搬 因為他們打工不是計算一單單 即是月薪的 所以他當然會走了 我覺得 所以我通常一截到的士 先收貨 不要讓他知道有那麼多東西 等他還算 一來到開了門 然後說 麻煩你開後尾箱 然後才搬東西 你不是有時多到一定會 Codex 是的 但是你又拿著一個人 拿到的極限 你搭車的時候 如果你搭地鐵 你拿著一些東西 樓梯那些 是的 樓梯 還有他們是很擠的 是的 你的臉都貼在柱子 完全沒有尊嚴 是的 這樣就不停被人擠 可能你搭巴士 別人也會不讓你搭 他說你一個人不要那麼多行李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每天都會帶些貨回去 可能兩個行李加兩個箱 我試過被人罵 真的罵我 他說你這樣不行 然後我再買一張票 真的直接跟別人說 你給多了東西我還要 整體來說 日本入貨 最難的東西是什麼 溝通 還是怎樣 溝通其實都是很簡單 英文都可以的 因為我本身都不懂日文 但日本人做事就比較慢 比我們香港人急速的話 有時候買貨就有點敏 是的 他會很堅持地 將你每件衣服 明明有個袋 要拆掉 然後重新再放一個新的袋 你會覺得做什麼 可以留嗎 快點啦 這個不能給你 有沒有預約過一些客人 其實都挺麻煩的 可能晚上11點左右 還有問你 你好 你好 我想買 我說好 那就入了錢 然後第二天你可能去上班 早上8點 你好 你買了沒有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我還沒開 譬如說買鞋 看看鞋 他不知道自己穿什麼 你通常會怎樣問呢 在英國或是 每一時有多少碼 但客人是拍腳反給我 你好 我要穿什麼碼 或者我32腰穿多少好鞋 是有的 我們就會跟他解釋 32腰是怎樣的 對 我們會跟他解釋 可能因為他準備聖誕了 他實在太緊張了 我們寄了東西給他之後 我不知道他中間有什麼問題 他以為自己有買或沒有買 然後就打給我說 然後他的情緒失控哭 然後跟我說 是直接說 我已經買了升單 你不是呢 現在壓力很大了 現在還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哭 你要做他的輔導員 還有有男朋友分手 我還是不買了 我們分手了 他去了哪裡玩 我現在不理他了 分手了 分手了不是一個棄單的理由 你問我老婆吧 有啊 你快點找那個吧 我有個男人 突然走來問我 會不會做這些拍賣的 因為他說他的拍賣網 應該他有留意開的 但他沒有日本信用卡 所以做不到 所以就叫日本的購買 幫我去做這件事 100萬日圓 你就幫我避免了你 當時就馬上電話聯絡 好像那些拍賣會那些 你一轉貨可以賺到 大概多少個百分 我們那個生費就不是計算 因為如果你計算就太貴了 客人沒辦法接受你計算 其實我們都是跟運費 或者當中成本 加上一點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收費 一定不可以計算 譬如幾千元的東西 說收你10個百分 你覺得幾百元 客人都不願意給的 沒有打算 試一下做些簡單的 或者說了 沒有打算 香港人都不願意給他 香港人都不願意 應該會有一群鞋子 很穩定的去購買 你突然跟他們說 我不做了 那我怎樣購買 但如果代購行業 飛到的話 或者現在繼續有團隊 都會繼續做 多位飛遇 給你 by bwd6